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居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东部的中部 距离华盛顿呢 大概三个小时吧 今天是5月28日 今天天气非常的棒 看看草坪 我们的玫瑰花 整个大自然 这个季节费 目前我们城市疫情 还没有 还仍然是封闭 大家还是待在家 学校还没开学 餐馆可以下单外卖 我们城市现在还有41例吧 但是没有死亡 从开始到现在没有死亡的病例 所以呢 我们还仍然是待在家 每天就是 休息好 吃好 适当的户外运动 现在这个季节可以出外面了 所以晒晒太阳 护理我们的院子 心情更好 我们社区非常的漂亮 我们城市不适合年轻人 年轻人到大城市去 我们这里是养老 休闲居住的环境 所以年纪大了 这样就喜欢 喜欢清静安逸的环境 这是大门口的玫瑰花 我之前做了视频 这个也是前年我种的 两颗玫瑰花 这里气候很适合玫瑰花生长 它生长期很长 气候很适合我们整个社区 几乎去散步 很多家门口都有很多的玫瑰花 因为它适合生长 这气候 花期很长 又不需要什么护理 我就给它吃点肥而已 几乎没有什么淋水 OK 这松树下的玫瑰花也开了 有白色 有白色的玫瑰花 这朵开了几天了 还那么漂亮 你看到花心 鸟语花香 这季节 福吉尼亚州就 植物 就多漂亮 因为它的气候问题吧 之前我们住在欧海尔 就是俄州呢 相对就冷一些 温度低 下雪时间长 所以气候就比不上这里 所以这里的植物就更漂亮 好好欣赏这一朵 橙色的玫瑰花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也特别香 嗯 这橙色 也特别香 好的 希望大家喜欢 看看我们的院子 这一棵圣诞树 这个圣诞树 多 多威武 一年四季都那么绿油油的 这里还有牡丹花 这棵牡丹花还没得提起来 你看它也开多了 太多了 我那组 今天这视频 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家的植物 我们家的鲜花 我们家的风景树 希望大家喜欢 每一年五月的中旬 我们家的牡丹花就会盛开 因为这个这个季节呢 温度才变暖 所以呢 牡丹花它才开 你看草坪 绿油油的草坪 这棵树下面呢 有百合花 还有 不同颜色的玫瑰花 也刚刚开了 南美天天长大了 好多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 这一棵的花心特特别独特 花心是黄的 大家看看啊 哎呦太多了 支撑不了那么多 还有我们院子里的风景树 这里的植物非常 长势非常的漂亮 你看树叶多茂盛 几乎是天然的 我们基本没有什么护理 因为这里雨水非常的丰富 这一棵里的树 我们已经尽管了 arandscaper come and do our shrubs and bushes and things like that but this year we've decided because we were all right okay i'm done today i did one two three wow this one's very special smell good oh i don't know what kind of smell very smell good 这里是大门口两边的百合花 我前年种的 去年开的很漂亮 今年也很漂亮 几乎就是自然的雨水 我就失点肥 然后很快那个菊花 金黄色的菊花很快又开了 我前两天刚给它一点肥料 没有什么淋水 不需要淋水 菊花很快又要开了 百合花的花期很长 开花很久 很近的开 好的 鸟与花香的季节 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我的视频 分享我们生活在弗吉尼亚州的生活 因为现在特殊出不了门 如果出门可以出门去逛逛街啊 可以跟大家聊更多的这里的风土人情的一些节目 感谢你的收看 欢迎再回来 喜欢的请订阅 转发 点赞 谢谢你 这是利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